今天球队,奥兰多魔术队2017-18赛季战绩,25-57东部第14,25场的选场数,也是三年来的球队新底引员,教练是蒂夫克利福德,穆罕默德班巴辛修,梅尔文弗雷泽选秀,加里德班德比尔特选秀, 杰里安格兰特交易,莫兹哥夫交易,贾雷尔马丁交易,以赛亚布里斯科签约,埃米尔杰夫斯签约,特洛伊卡佩签约尼队,教练弗兰克沃格尔,马里奥海佐尼亚到期,比永波,交易,谢尔文马克裁员,斯贝斯到期,罗德尼霍雷斯交易,贾尼尔阿尔蒂斯的气氛系,魔术的低谷还在持续, 即使霍华德已经离开了六年,在霍华德离开的这六个赛季,魔术的战绩位,东部第十五,东部第十三,东部第十三,东部第十一,东部第十三,东部第十四, 这六年来魔术再也没有进过季后战,更令人沮丧的是,在这期间,管理层也没有完成一笔善让的运作,球队似乎陷入了无休止的重建中,管理层一直在尝试改变这一切让情况好转,也一直在寻找一位替代霍华德的球星, 除去刚选中一场被打的翻发布谈,最近几年,魔术通过选秀也得到了一些不错的新秀, 2013年第二顺位选中奥拉迪波,2014年第四顺位选中埃隆格登,2015年第五顺位选中海佐尼亚,2016年第十一顺位选中小萨伯尼斯,2017年第六顺位选中乃萨克, 但魔术从未选中过一名真正的球队核心,奥拉迪波也是到了不行者,才展示出他的带队能力, 阿龙格登是唯一勉强哥哥的那个球员,上赛季,格登的三分,投射进步明显,命中率提升到了33.6%,此前三个赛季为27.1%,29.6%,28.8%, 但是由于常年被各种问题交易,问题选秀和问题自由球员间越困扰,导致魔术在各个位置都存在缺陷,2017-18赛季, 他们早早的在赛季出连输了15-6场球,之后,就确定了自己的命运, 在球队主席约翰·哈蒙德和球队总经理杰夫·韦特纳的领导下的第二个球赛期中,魔术队更换了主教练,并且在乐透选秀中选中了一个新中风, 虽然奥兰多没有人对下赛季的季后大抱有希望,但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,稳定,而循序渐进, 这是奥兰多自从霍华队和教练斯坦范·甘迪与拆之后就缺少的东西,奥兰多的手轮牵涉中了班巴, 一个弹跳力出色的大鸽子,身高7英尺,215厘米,出色的身体条件, 使班巴在大学时代,就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盖冒高手,在当今为NBA,进攻德文的手段,主要是在三分线外和篮下, 所以一个防守型大个子球员如果能很好地保护篮荒和篮板球,那他将具有巨大的价值, 克利夫德成次大发甘迪,20,12年下课后,魔术的第五任主帅,魔术一直在花时间尝试, 却一直是随波逐流,前任主帅沃格尔曾在步行者取得过成功,他曾带领那支队伍, 与詹姆斯,与三巨头的热火对峙了多年,但是,在沃格尔来到奥兰多支教后,魔力却没有被随而至, 新任主帅克利夫德同样带下洛特经历,那一个动荡的赛季,过去一年, 克帅首先是同自己的疾病抗争,他因此缺席了一些比赛,而整个狂蜂队,他们表现同样让人失望, 但这一切,在很多人看来,却并非克利夫德的错,杰弗威尔特曼和约翰哈蒙德之所以选中克帅, 是欣赏他的沟通技巧,和他对比赛的敏锐观察,克利夫德被品用,并没有多少人皱眉头, 毕竟,在夏洛特指教时,他的人缘就很好,而且他也束缚了奥兰都高层,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是问题, 签约赫顺后,接下来,就轮到阿龙格登的许愿了, 接下,这位暴力寇将成为受限制自由求援,但魔术留他之心非常坚决, 也因此,即便在开销紧缩的大背景下,魔术仍给了格登一份次年八千四百万美金的大合同, 而这份新约,自然赢得了格登的偏爱,坦白说,这个价格险格登确实有限偏高了, 显然,格登并不能帮魔术摆脱乐透虚,也算不上完美匹配魔术的年轻前场, 不过,格登人类触及生涯的巅峰,他依然有强势爆发的牵制, 对于格登侠爱萨克加班巴的前潮态, 是,奥兰多方面还有些迷糊,不知如何调态, 但是在新下纪,魔术想要回归正轨,最可指望的也只有这三个人了, 相比格登,魔术对另一位前乐透秀,就没那么慷慨了, 马里奥海佐尼亚,曾被是做球队封位摇摆位置的希望, 特别是在两年前,当魔术对奥拉迪波失去耐心,将其交易走之后, 在海佐尼亚展现出的潜能,却让魔术高层连湖上道, 于是,今下他选择转投尼克斯,魔术通过一笔交易, 甩掉了比勇博的合同,也算是纠正了又一个错误, 在NBA大比赵前的2016年夏天,魔术给了比勇博一份, 次年7200万美金的合约,当时,签约的理由竟然仅仅是基于一场季后赛, 因为比勇博曾在对阵骑士的比赛中,狂在26个篮板, 隐悍的是,转投魔术后,比勇博的缺陷全部暴露, 他逐步调出轮换阵容,长时间能打20分钟,却只能够限6加6的数据, 在比勇博的交易中,魔术还换来了杰里安格兰特和莫兹哥夫, 这两人并非魔术真心想要,更多的只是为佩庭心境, 当然,格兰特应该能在空位角色中,给予魔术一些支援, 在霍华的离开魔术后,这已经是队伍的第三次重建了, 奥兰特的例子证明,在按下重启按钮后,随之而来的, 并不都是迎求保证和转媒为安, 只有恰当的选秀角的搭配,以稳定的管理层, 才能促成迅速的重建,但如此好事,在奥兰特并未发生, 如今,又到了奥兰特求尼呼吁大伙保持耐心的时候了, 但这一次,他们能成功吗? 原来,NBA官网专栏作家Shan Paulo 编译,轰炸基金赛季实力30天30队